下面我们讲大成吉汤的配偶意义 大成吉汤症的核心病基是热结 所以治疗时就应该俊一下热结 就是清热卸下通便 代皇苦寒通降卸热通便 当敌未尝食热机制 代皇苦能降限 寒能渗热 有将军之臣 而且生用后下 更能助起锐者先行之力 消除治病之因 用作军药 盲消 贤寒润降 贤能软尖润造 以除造结 寒能助代皇 卸热通便 做陈药 消黄配合 相须为用 卸下热结之力功 义俊 接下来 食热内阻 服气不行 则实热内阶机制 难以树下 故本方重用后婆 也为君 行器 消账 除满 这就是 《伤寒来书记》中所说 由于 气质不顺 故 攻击之际 必用 行器之药 一阻子 后婆 被代皇 是气药为君 明大成气 注意 后婆的用量 是代皇的二倍 接下来 知识破气 开结 除皮 也为成药 助后婆 行器 而除皮满 二药合用 行器导致 削皮除满 助代皇 盲削 推荡机制 攻下热结 四药合用 代皇盲削 卸下通便 卸热通便 以致造实 知识后婆 行器善结 以致皮满 四药合用 则卸下与行器并重 共奏 俊下热结之功 本方 君下热结 沉顺 畏弃之下行 顾名大成气 吴唐在 《温病条片》中说 成气者 成畏弃也 曰大成气者 何四药而观者 可谓 无坚不破 无尾不入 故曰大也 本方 以往也有认为 代皇为军药 盲削为尘药 知识后婆为左药的 学习本方 要注意 援助代皇与后婆的用量 援助代皇用四两 后婆用半斤 半斤就是八两 若从药量 药性 结合分析 后婆的药力 大一些 但是 要注意 大成气汤 肩服法中 代皇后下 后下 其卸下之力 倍增 从这个角度讲 代皇的药力 大 为军 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 大成气汤的 肩服法 也是一个重点 大成气汤的肩服法 一定要掌握 十二个字 知谱 同间 代皇后下 盲削 充服 因代皇生用 后下 则 卸下之力 俊 久间 则 卸下之力 缓 正如 《伤寒来书记》 所说 生者 气锐 而先行 俗者 气顿 而和缓 这个方 如果肩服法 开写的正确 病人抓药出来 一副药 是要分三包的 知识后婆是一包 这是要同肩的 代皇是一包 这是要后下的 盲削是一包 这是要充服的 或者说是容服的 由于目前临床 多在医院 医馆 或药店 待监 用监药机 监药 后下 就不方便 所以 我 多安排病人 用滚开水 冲泡 生代皇 八至十分钟 滤出药液 在于 其他药液 合并内服 能同样达到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